纽约市长亚当斯首次到访德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后 表示南部边境已陷入危机 抨击联邦政府不作为 同时也呼吁州府协助将无证移民分流到上周 亚当斯日前在埃尔帕索考察期间 会见当地官员参观无证移民收容所 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设施 亚当斯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很多非常重要信息 在埃尔帕索的移民露宿街头 收容所人满为患 全国多个城市也面临无证移民危机 早已不堪负荷 他强调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呼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协调各城市的移民潮问题 以解决全国性的移民危机 亚当斯本周将前往华府参加市长会议 并发表讲话 希望引起应对移民潮的市长共鸣 合作共同展开协调 另外亚当斯也呼吁州长霍楚采取行动 将纽约市的无证移民分流到上周各郡 帮助人口流失的上周城市 同时也能帮助移民重新展开生活 根据市府统计 全市收容系统 共接收超过3.6万名无证移民 目前仍有超过2.6万人住在收容所 根据纽约市警消息 布朗市今天凌晨发生一宗枪击案 两名男子与两名巡逻警员发生枪战 其中一名警员手臂中枪 事件正在调查 纽约市警局长西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48分局公共安全小组的两名警员 今天凌晨3点左右 驾驶一辆没有警局标记的巡逻车 在布朗市展望大道巡逻 警员驶进东183街的14路口时 发现两名可疑男子 随即停车试警并拦截两人 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枪 向警员连开至少6枪 击中巡逻车挡风玻璃和副驾坐 警员的左臂 两名警员立即下车追击 最后在东187街 拘留一名16岁男子 而另一名男子正在追捕当中 当局表示 受伤警员被送往了圣巴纳巴斯医院 进行救治 情况稳定 市警员赞扬警员 在面对袭击或枪击时 临危不惧 并在受伤的情况下 成功拘捕疑犯 调查人员称 在现场附近发现多个弹壳和一把32口径枪支 两名疑犯在案发时都身穿全黑色衣服 据了解 案发的社区是街头帮派成员经常聚集的地方 事件仍在调查 MTA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连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地铁线 建议采用轻轨铁路运行 通过改建现有铁路将加快施工进度 减少对沿线居民干扰 连接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地铁线 是纽约州级快线计划的一部分 该项目为期一年的可行性研究已完成 根据经济、技术和调度能力方面的研究 州长霍楚在上个月就两区的连接路线 向MTA提供了轻轨铁路、重轨铁路和快速公交车三项建议 当局研究认为轻轨铁路是最佳选择 报告说 该地铁线路将使用一条14英里的货运铁路线作为基础 但出于安全考虑 货运和地铁将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 MTA表示 通过改建现在的基础设施 项目的施工进度将更快 同时减少对周边居民干扰 也保留了铁路原有的货运能力 地铁线将从布鲁克林的海湾岭到黄后区的杰克逊高地 连接区迹快线17条地铁线路和长导铁路 预计每天将有多达8.8万名乘客使用 建成后 从海湾岭到杰克逊高地 全程约40分钟 纽约市信息技术和电信部OTI近日宣布 911报警系统将升级为NG911的新系统 届时民众可发送简讯或现场录像报案 首阶段将在2024年底完成 NG911系统是由OTI、市警局和消防局 合作开发的全数字网络系统 OTI指出 纽约市的911系统是全美最大的紧急通报系统 每年接到大约900万通报警电话 但在紧急情况下 由于口头描述容易出错 反而浪费时间 NG911完成后 民众可使用短信、照片和视频的功能进行求助 排除目前传统电话报警的物理限制或沟通障碍 此外 NG911系统还可以连接市警的枪击探测器和监控 一旦有案件发生 系统将迅速侦测 并将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传至警方 其他升级的功能还包括 加强所有共享911系统的公共安全机构之间的联系 升级相邻、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合作渠道 更准确地查明报案者位置 911系统升级工程预算约为3万元 首阶段预计2024年底之前完成 近三十夜目的视频 过来